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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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眼又一個星期了 我在過去那個星期 Percival 我給了兩個字困擾 就是泡沫 不知為何在財經、金融、投資界 經常都有一些泡沫出現 你看了這麼久 根據你們那個AI智能選股系統 這些泡沫是否總是會發生的呢? Hello Stephen 這件事情 如果在我們這麼久以來 這麼多年的history裡面 其實一直會有發生的 當然最簡單的 大家都一定經歷的 就是科網普及.com bubble 是吧? 這個90年代 你說一家公司加個.com 就會升高了 是吧? 是吧 這段時間 然後只需要找個名字 就叫什麼.com 當年還有最搞笑的 我也記得的 但是我那個時候還沒真的投資 我記得tom.com 最誇張的是 是吧 去走去拿份form 那張form 都可以走 都要付錢 是的 你想想那時候的泡沫多誇張 那時候我有一個朋友 有一個舊同事 他還在那裡做CEO OK 真的很誇張 大家都不知道 其實不知道是什麼 也不知道他會做什麼 總之有個.com 大家就很著弱 這些其實都是算於一些短炒的活動 是的 這些就是整個泡沫形成 最近當然是最誇張的 在美國就把它叫做ICO Initial Point Offering 其實就是cryptocurrency 就是biton那些 那也是一個泡沫 那泡沫就可以說是叫做爆破了 當FTX這間公司 已經不見了 OK 但是想說什麼呢 既然帶出這兩個泡沫之後 那我們看回一個 在history裡面 很久很遠古年代的history 是在這個大概17XX年 哇 早在十 是不是叫十八世紀 十八世紀 這個時候 是的 那會是怎樣的呢 讓我分享一下這個screen出來 好啊 OK 你可以看到 這個其實就是其中一個 Sunday Club裡面的一個 我們叫做 割頭 是的 那你想一下這一版 已經去到第三百八十八版 你可以看到我們 我們的 topic有多少 其中我自己想說 這次就說 就是抽一點點關於平時我們 Sunday Club會講的東西 就在這裡講一講 是的 我們這裡講 就講回這個1718至1721年間 有一個叫南海的bubble 首先這個18世紀是什麼時間呢 如果我對比一下1722年 就是康熙駕崩的年代 你想一下這個時候就是前清的年代 這個年代裡面 就是一個叫南海的股票 那究竟是什麼是南海股票呢 還有牽涉的人物是誰呢 Newton 就是我們大家熟悉的 是啊 地心吸力那個 Isaac Newton 被譽為是最精彩的精彩 他都有投資這個南海的股票 首先這個Isaac Newton 是地心吸力那個 他有多厲害 大家都不需要講 譬如我在中學年代 一定會讀的牛敦三大定律 他也都創立了整個 Integral calculus 就是微積分 當年我中四的時候 那些同學跟我說 微積分是數學最深的了 然後我馬上就很開心地 借了一本書去學的 你想一下 多厲害 就是牛敦是一個多厲害的人 再講一下這個南海 以我的sauce 是怎樣的呢 經歷了這個大航海年代 通常以前 譬如在再早 譬如在哥倫布年代 就是他們會找一些國王 去給他們一些資金 他們就航海 那如果他們真的回來 就拿到很多財寶 那他們就可以分到很多財寶 於是就賺到錢了 OK 於是在歐洲這個時候 就有一個這樣的行業 就是他們會出一些船隊去遠洋 去各個不同的地方 希望能夠拿到財寶回來 分給大家的 OK 但是這個是一個高風險 有時候整個行隊都沒有了 因為大家都虧了 於是他們怎麼做呢 就是找一些大眾 可不可以你給他 那這支船隊可以拿到 那他可以的 拿到回來的時候 就可以分給大家 那大家就在那裡賺錢 這個最簡單 但是後來去到一個stage 就是因為我只是投資一個船隊 那就會高風險 於是有些公司就說 我包含很多的船隊了 那如果這個船隊不行 那其他的船隊就會OK 這樣去分散這個風險 於是就出現了 這間南海的一間 South Sea Stock 就專門做這樣的事情了 OK 這個就是整個歷史的背景 但是那些數據呢 是這麼久以前的都有的嗎 是有的 他們可以找到一些文件 等等的 但是通常應該就不會 好像現在這樣 逐天逐天這樣 撥出來的 是的 但是他們找到一些 這些數據 data 如果你說 譬如我之前再有一個船隊 這個就更加誇張了 這個Tulips Tulips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叫做 屈甘香 當年 16XX再做100年 原來屈甘香都可以炒得這麼誇張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現在又要講 又要講歷史了 屈甘香那個年代 就是 我記得好像是 鄂圖曼帝國 就是在土耳其那邊 那時候就送了一些屈甘香的種子 就是好像洋蔥頭那樣 就送了給荷蘭 是的 在那裡就開始有一個新品種 去荷蘭可能是一個 對種的一個地方 於是 這個東西是一個新產品來的 對於很多荷蘭人 或者歐洲人來講 就是一個滑生產品 很漂亮的 你想想一下 這個很誇張的 這些它叫Price Index 因為那個時候 很難用一些高的Price來做的 但是還有 也有很多的文顯都沒有了 其實它只是Port到幾點 但是你也看到可能是 這個我用的一個Scale是10 去到接近200 你想一下多誇張 我相信那個泡沫 其實可能是再高 接著再跌下來 急跌的 應該是很誇張的 但是這裡就有多少少的文顯了 我主力就先講南海事件 OK 就講上去 主角牛頓就在這裡 大概接近200元左右 就投資了一些南海的股票 接著 這個是2月20日 但是我猜這裡 5月左右 很快就賺到 可能一倍多一點 就很開心了 是 是 然後再過 以為 通常都是賣了之後 跌了一點點 覺得自己很正確 我銷售得很正確 但是後來就發覺 咦? 她的朋友 GET REACH GET REACH 就因為她可能持久了 於是 她就銷售得早了 於是就不甘心了 GET REACH 就是她的朋友 GET REACH 接著她就再 可能心裡面就覺得 不會的 再跌下來 結果就繼續升 終於就忍不住 就在這裡大概700元左右 就REENTER 還要REENTER with a lot 接著結果當然就是 開始爆破了 爆破 跌下來 就是當初700元的時候 入了 升到可能1000元左右 她都覺得 我剛才之前也賺一倍了 現在700元 至少都升過1400 可能是這麼想的 結果開始跌下來 跌下來的時候 歸零了 歸零了 歸零就覺得 我等她回來 等她回來 我就會再放 等等 結果最終 這個叫做 EXIT BROKE 就是說 完全輸了 輸了在這裡銷售了 所以這裡最想帶出的一件事 就正如 好像牛頓一個這麼 genius的人 他的情緒 或者情感 或者對於股票 投資的一些心理狀態 其實跟很多 大部分的散戶 或者我們投資股票的時候 所有的心理狀態 是完全一樣的 這個 人性 人性 是的 所以也可以說 在我經常 其實我很推崇的一個 Growth Investing的大師 以顧William O'Neill的先生 他經常都說 每一天的stock chart 就是一個human nature 或者human psychology 的display來的 所以這些所有的東西 就會display in form of 這個chart 圖表裡面 所以其實我們看圖表 其實就可以反映了這個東西出來 反映了所有的人性出來 所以你看到 可以說這個人性 在這個十七世紀 十八世紀 已經是這樣 是的 我相信這裡大概是三四百年前 就是在現在 再數起三四百年之後 我相信人性 都是會這樣 display的 你看到 我們看到.com bubble也是這樣 或者我再說 ICO也是這樣 將來還有一些新的product 或者新的scan的騙局 或者什麼 有些新的泡沫走出來 又或者很多人會覺得 AI會不會出現泡沫呢 是的 我就會覺得 如果有泡沫 應該會出現 這種情況 又會重新一次再出現 嗯嗯嗯嗯 所以我們就不要跟風 是最重要的 都是看回它的表現 和那個數據 作一個中長線的投資 是比較穩妥的 是不是 OK 完全 agree 是 好今天 厲害 我們發覺 原來牛頓都不是這麼厲害 我們隨時可以厲害 他 麻煩你 首先 拜拜 好